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伊犁的魔方教學時間 原諒我超久沒出片 3月9號考試 考完試一定有很多 魔方教學影片給大家 請大家見諒 不好意思 那最近很久沒有轉方塊 那想說就來熱手一下 然後也把這東西記錄下來 我今天想要挑戰的是魔方三連解 就是你轉斷三個方塊 然後把它轉好 我就照著 之前有一個影片 叫做教大家如何用 計時網站來測速 的CS Timer來打亂 你怎麼知道一個方塊打亂呢 打亂的對面就是你打亂之後 會跟右下角是一樣的 這可以用來檢測 對 好然後把三顆都打亂 那大家不要太期望太高 因為第一個我很久沒轉 第二個我本身呢在 方塊玩家如果是速解的話 事實上永遠就不算很強 OK只是今天想來記錄一下 然後手指太久沒有動了 OK 那大家知道 十字要觀察嗎 對 可是坦白講呢 就是大部分人 我是不太行 就是一口氣記好三組十字 所以我就是把 對通常就是你看一看 你可能到時候還是要現場 你就擺一個最好的角度這樣 覺得你最好做的 看好了 好 三二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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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50.34 唉 50.34 欸我平衡15秒 怎麼 怎麼三顆不是45秒 就是怎麼 好像比較慢 因為你觀察的時候 你會把前面的十字 觀察好嘛 所以你一開始會比較快 可是呢 你後面兩顆 你可能就忘記那十字了 所以可能你的十字呢 一般來講 如果你觀察的話 你會做可能一兩秒 然後呢 可是其他兩顆十字 大家可以看影片幫我算幾秒 我猜可能是三秒多或什麼的 而且因為呢 我們說觀察很重要嘛 因為你觀察一顆魔方 你觀察好的時候 等於你在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 怎麼樣 幾乎不用看 然後你就觀察下一步 所以影響你的銜接 OK 不過50.34是不錯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上 一門化學課的時候 被老師叫上去轉 好像轉了 1分02 還是58 忘記了 57吧 對 所以50.34 好 那請大家原諒 原來我真的快 考試快到了 3月9號 請大家為我加油 那3月9號之後呢 就會出2x2速解5x5 加上其他 也希望 交我手上的這顆MegaMix OK 好 大家再見 拜拜